今天的主题是 强势品牌成长学 到底这是什么书啊 今天来跟您分享 那GUCCI的白色清雪 只有一个LOGO 你觉得它可以卖多少钱 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 今天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本书的读书心得 上个礼拜 如果你有看我的IG线动 其实我有分享这一则 但是就是24小时 它就会消失嘛 所以你可能没有看到 但没有关系 因为这本书 我大概读了一半 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本书的作者是王直上 然后他是原流出版的 那他是谁呢 他基本上是一个资深广告人 然后他基本上在 台湾澳美工作多年 然后最后跑到中国去发展 自己也在中国 有一个自己的广告公司 那这次应该是 因为疫情会在台湾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写了一本书 我觉得蛮妙的 那我看了之后呢 我就觉得 好像有一些东西 可以就是吸收 那看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 我就是做了几个 简单的要点 来跟大家分享 那不管你是 行销操作人员 或者是说你对 这种行销广告 背后的心理学 他的怎么运作 是有兴趣的人 你都可以听一听 对你来说 应该是会有帮助的 那我今天分享的案例 也会用我自己自身 所经营的自媒体 我的社群 来跟大家分享 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听到 有个噪音 不会觉得说 都是一些大山大水 讲很远的东西 没有 就是其实 我怎么操作 你就会看到怎样的成效 就是这样子 那第一个 要跟大家聊的是 到底什么是品牌 那这本书里面 它有讲到 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 比如说你现在 在你的面前有挂三件 白色T恤 第一件白色T恤 就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你觉得 它应该是多少钱 大概就100 200吧 是不是 因为素色的T恤 怎么可能会很贵呢 像我最近有印象 就是我去Zara Zara它其实 有很多素色T恤 那如果你要 买来当做内里 然后来穿搭的话 其实它算是 一个很便宜的选择 它一件才多少钱 才390 所以其实非常的便宜 所以像这种 素色T恤的话 你在道润发买 大概也就200吧 其实199之类 就可以找 这是非常便宜的 但如果这样子的 一件T恤 第二件 它印上了一个勾勾 是一个Nike 你觉得它可以 卖多少钱 它在Nike的专卖店 是不是也要1000 要2000块 对吧 但是它们是 一样的材质 那第三件的话 更高级的 它印了两个C 一个C是倒着的 所以这什么 是Gucci 那Gucci的白色T恤 只有一个logo 你觉得它可以卖多少钱 它在它的专卖店 它可以卖到4000块 到5000块 为什么会有 这个接近50倍的一价 对不对 这就是所谓的 品牌的价值 所以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你觉得喝咖啡 这件事情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稀松 平常 那你喝小七的咖啡 跟喝星巴克的咖啡 到底差在哪里 当然咖啡的品种 可能有稍微的差距 但是你觉得 会差到 接近100块的价差吗 你在小七一杯咖啡 35元 但是你在星巴克 一杯咖啡 是135到160 对 在中间大概 差了100块的价格 所以它的差距是什么 其实就是那一个 绿色的logo 就那一个星巴克的logo 其实就会给你 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那这个东西 是怎么去营造的 其实他们也是 走了很多很多的流程 然后最后呢 包括他们的现场 比如说星巴克 它让你喝咖啡的氛围 然后它的广告 然后它的现场服务人员 它会亲切的叫你的名字 请问你的贵性 然后最后把这个东西 交给你 其实他们都是有一套SOP 然后它所营造出来的感受呢 就会让你跟喝 小七的咖啡是不一样的 因为小七 他叫号怎么叫 他那个单子出来说 185号 赶快来点咖啡 对啊 那个跟赖先生请你 就是你的咖啡好咯 这是有差的啊 当然也不是说 因为叫了你的姓氏 所以你就应该要多付100块 而是你在里面享受的 咖啡的香味 然后它整个环境 打造出来的感觉 其实真的是不太一样 所以这也就是所谓品牌 可以附加在产品上面的价值 所以在很多很多的品牌 他们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之下 你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持 这个企业的获利 或者是民众会相信你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应该要在 你自己的品牌上面 多琢磨 多做一点努力经营 这样子的话呢 你做出了差异的话 其实消费者就真的会买单 说个题外话 你觉得应该要买统一超的股票 还是要买星巴克股票 一个是台股 一个是美股 但是我个人觉得 星巴克的获利能力 似乎是比较好 但是因为目前都还在相对高点 所以我其实不会贸然的去买进 很多人都觉得说 你不是指数化的信奉者 都买VT或是SPY 怎么可能会额外去买 什么星巴克或是Costco之类的 这个不一定 就是说 如果我自己的资产配置里面 比如说我有100万要放在外面 那我中间有90万 我是用指数化投资 我中间的10万块 我是不是可以自己玩 比如说我真的觉得 星巴克真的有可能赚钱 所以我就放了一些钱 或买了一些股票 在星巴克上面 那么当他后来赚钱的时候 我是股东 我也可以赚到超额的利润 但是如果我最后都赔光了 其实对于我的总资产而言 我只是100万变成90万 是不是也没有差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还是可以有一个 比较宽松的空间 就是你不用你的钱 全部通通都放在指数化投资里面 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生活非常的无聊 就投资对你来讲 真的是非常的无趣 每个月时间到处扣钱 但是如果你想要有一点点赌博性质 或者是了解一下 世界上的时事或局势 然后适时的去做进出 其实你可以用少量的金钱 这样去玩 然后取得一点生活的乐趣 我觉得没有不好 毕竟它不会影响到你真正的生活 跟你的退休生活 那就没有差 所以大家就可以自己再看看 自己再想一想 那回到我们的话题 就是刚刚讲完了这个品牌 到底什么是品牌 稍微解释完之后 你觉得品牌这个东西 它真的可以让你去摸到吗 我觉得有点难 因为品牌这个东西 其实是存在你自己的大脑里面 就是它的真正的价值是有书面 平面或者是有任何的广告 你去接触过之后 在人类在我们的心理里面 所留下来的那个印象 它才有那个价值 那你不需要长长的去renew去更新它 但是呢 如果你太久没有去跟消费者提醒 这个品牌存在 它最后就会消失在人类的脑海里面 它这边品牌就死掉了 所以这个品牌的经理 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做 但是你不需要时时刻刻都一直在 那个阴阴极极的在做这个东西 对这个是我在书里面看到的部分 好那接下来我要来分享的例子 是以我个人这边出发 就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部落客是不是也要有个人品牌 那我就再问你好了 再问你一个更进阶一点的问题 你觉得旅游部落客 你有忠诚度吗 当你需要出国去玩 或者是你要去某个特定的区域玩的时候 你去搜寻 你会去找某一个特定的部落客 然后去看他所写的区域吗 我觉得一般人而言的话 通常都是叫给Google 然后比如说我要去日本东北 那么我就找日本东北旅游或者是住宿 那那个时候Google搜取出来的前几名 我就看那几页就好了 对不对 那通常这种竞争是非常的激烈 也就是说部落客这个行业 对于一般人来讲 其实是很难去有所谓的记忆点跟黏着度 因为我找到我要的资讯之后 我就走了对不对 你也不见得会从他的文章里面的连结 去做booking 去做订单 因为这样他就赚不到钱 说真的 因为每一个连结 其实导出去的都有他的推荐码 所以他就可以赚到 比如说一单赚一%两%三%的回馈 所以你如果下单一单一万块钱 他可能就赚一百 大概他的盈利模式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个人觉得 个人部落客要努力去做到 个人品牌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 因为他很难有这个所谓的记忆点 那再来就是 另外一个记忆点的养成 有点类似是 你需要有新闻媒体的曝光 你才有可能 就是会有那个大众的知名度 这件事情 那你想想看 这个信用卡部落客这一圈里面 有谁一天到晚接受新闻记者采访的 我觉得不太多 比较多的那个可能是 就宝可梦 那再来就是巡礼 比较多受到采访 那剩下的人呢 其实都不太会有记者会去采访 那你就讲说 现在电视都已经是黄昏产业了 谁还在看电视啊 但你想想看 其实虽然说 年轻人都不太看了 但是社会的中间分子 40岁到60岁以上的人 其实还是天天看新闻 那么当他们将来在做 文章的搜寻的时候 或者是关键字搜寻的时候 他在看到这几个 不同的部落客介绍时 他会优先相信谁 他会优先相信 他被洗脑过的那个人 也就是宝可梦 所以呢这个大量的新闻媒体曝光 其实会对于这个 民众对你的印象 其实是有正面的帮助 但是他没有办法 就是很明确跟你讲说 好你上了100次新闻 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你 所以人家都会找你办卡 没有这回事 它是一个相对性的东西 但是呢 如果你有越多的新闻媒体曝光 然后或者是杂志的露出 其实说真的 人家真的会比较相信你讲的话 然后比较会愿意从你的连结 去开户版卡 这件事情倒是无庸置疑的 好所以呢 这就会有一个所谓的 那个叫什么先进者的优势 就比如说 在信用卡的市场里面 我是比较有知名度的人 所以我将来再推广信用卡 或者是在各个议题上面的 发生的能见度 其实都会比别人再多一点 比较轻松 好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好那另外一个我们再来讲 就是所谓的银行的品牌 你觉得它需要有这个品牌的鉴别度吗 你想想看 其实虽然说金融机构 是一个高度监管的机构 但是呢 它也被负责人们的信任 好如果你对这间银行 没有信任感 你觉得它随时有可能会倒 你还会把钱放在他身上吗 其实你不会 我说真的 这个银行是一个高度监管的一个行业 然后它也是非常需要民众的信任感 所以当新闻上出现了什么 李砖盗用客户的金钱 然后赔光光 然后就被抓去坐牢这件事情 这个丑闻其实对银行都是很大的伤害 说真的 你可能过两三天 或者是过了一两个月之后 你忘了这件事情 但是事实上你的内心里面 你会知道 这家银行可能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其实久了久了之后 你可能就会慢慢的远离这间银行 或者你会选择其他更值得信赖的银行 所以银行要不要做品牌 银行要不要做广告 这你要 而且要尽量减少负面的新闻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真的是对银行会有很大的打击 我没有办法说它是立竿见影 就是它现在李砖被盗用了几十亿 所以社会大众对它观感不好 所以它就损失大量存款 不会 但是它是一个渐进而缓慢的过程 然后它侵蚀的是这间银行的信用 各家银行都有这种事情发生 比如说中国信托也有 然后台北富邦也都有 这种李砖盗用民众金钱的案子 然后拿去做什么股票操作失利 然后拿别人的钱来补之类 然后最后越补越大洞 最后来不起 就是被人家发现 这件事情都是实有所闻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的去看这件事情 那银行他们在努力做品牌这件事情 有没有让消费者有记忆点 我简单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第一个中国信托 它的Jingle就很有趣 Jingle就是说 他们的广告最后面都会有一个 他们自己的slogan 这个slogan是什么 We are family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对这个中国信托的 但是因为实在是太洗脑 所以网友就说 我们是废母利 We are废母利这样子 那废母利就是一个很废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 这个故事要讲就要讲到比较以前 中信卡其实就是 我们台湾人最多人拥有的一个 银行的品牌 那他也因为是市场最大 所以他通常回馈就最烂 为什么 因为他就第一名 没有差这样子 所以后来网友就讥讽他 为所谓的废母利 就真的很废 但是他现在不一样 因为他马上就要被国泰数瓦操车了 所以他非常的紧张 所以他现在给的一些优惠还不错 像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的 他的救护加班也有100到300的回馈 其实都蛮好的 所以这个我倒是觉得 接下来应该比较少人会说 他是废母利的 因为他的优惠其实越来越好 没有到想象中那么差 有竞争真的是有差 那第二个的话是像台新 台新它是哪一个slogan 你还记得吗 知灰好伙伴 所以你只要去提前 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到广告 你都可以看到这个slogan 这个slogan也是他们做出来 很不错的一个记忆点 那台北富邦银行是什么呢 叫做富贵要人帮 它最有名的就是一个财神爷 但是他们这几年比较少用财神爷 所以他们好像有稍微在做一些转换 有一些银行他们会用不同的人物 人偶 或者是用他们的专门的Jingle 去发展出一首歌 一个旋律 让消费者去对他们有所记忆 但是我个人觉得 他们做出来的差异性都没有很多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 它不过就是一间银行 不过就是存钱而已 到底是有差在哪里 对不对 顶多就是存款利率的差异 刷卡回馈的高低 然后跨行提款转账次数提供的多少 或者是服务人员的亲不亲切 除了这些差异以外 到底有差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这些银行都很少 有做出一些差异化 非常显著的产品 因为他们有这个所谓的 大部分的银行都是三四十年了 所以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包袱在背后 就是这个金控或者是这个银行 他的招牌不能够砸掉 所以不太可能做一些太年轻化的表现 那他们后来会怎么做 当然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数位账户 比如说台新他的子品牌Richard 他就用一只很可爱的小白狗 然后来做一个异象 那反而就会让年轻人非常喜欢 这四年来他就总共发展了四百多万户 应该是快四百万户 可能还不到 但是他其实就变成是一个 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然后消费者对他们也都是耳熟能详 都知道这是Richard 是台新的另外一个子品牌 然后数位账户回馈非常的好 对年轻人非常的不错之类的 但是因为他们的财政支出 实在是非常的沉重 所以他们近几年的回馈 慢慢的就在下降了 所以他的能见度或者是市场的讨论度 其实就慢慢的降低了 那现在反而就是慢慢 紧起直追的就是永丰大户 好 永丰大户他所做的是 主打年轻人质感 简单消费就可以拿到 无脑的回馈 或者是无脑存款 用这种年轻人的诉求 然后来走的话 其实也是走出了另外一条路 那目前大概有接近百万开户了 其实他们也是做得蛮好的 那我当然也是期许说 像这些银行推出自己的子品牌之后 不要再自费无功 就是等到一定的开户数都累积到 比如说两三百万之后呢 就开始变烂了 虽然说这是一个可能的趋势 但是我希望就是 有某些数位账户的子品牌 能够把这件事情给扭转了 因为不然的话永远都是死路一条 就是Richard后来慢慢改烂了 那是不是大户也会慢慢改烂 那接下来是换Ideo改烂 后来换新光OU数位账户改烂 对啊 那永远都是一波一波在洗人而已 那其实就没有意思 所以这些银行 他们在做品牌操作的时候 也的确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到底怎么样 才能够让他的品牌 就是历久弥新 然后一直不断的有新的惊喜 而不是永远只靠利率 或者是靠回馈来撑住 因为这样子大概是撑不久的 因为毕竟银行开门做生意 就是要赚钱 又不是像宝可梦 就是开门做生意 就是要赔钱 好 那讲完了什么是品牌之后 我们再来聊一点 这个也是我个人收获蛮不错的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中心思想非常的重要 那书里面有提到两个例子 我觉得蛮好玩的 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说 像我们国内的航空业 像长荣跟华航 是不是最大的就这两家吗 那你觉得你在买机票的时候 你会选择哪一家 我觉得对我们民众而言 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 就是哪一家比较便宜 我就买了 但是在三年前 这个华航它有推出一系列的 这个形象广告 我觉得很有趣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在想到说 对 我之前有看到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它的第一篇广告 叫做说好的旅行 比如说 我们可能会跟自己的先生或老婆说 我们结婚密夜旅行 就去哪里吧 或者是说 跟几个好姐妹说 那我们要不要去巴黎岛度假之类的 但是你都只是讲讲而已 最后你都没有出发 因为你工作繁忙 然后你可能很多外物 最后都没有出发 所以他这个广告 用了好几个情境 然后最后给人家 一个非常大的共鸣 就是对呀 为什么我们都还不出去玩呢 因为这个广告是2019年 那时候还没有COVID-19 所以其实很多人看到 这个广告之后有共鸣 其实都是就出去玩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 那第二个广告的话 也是同一个系列的延伸 他叫做旅行带给你的纪念品 这个也蛮有趣的 因为他还带有点惊悚的元素 在里面超妙的 就是有些人虽然说 在台湾是没有结婚是单身 但是他可能会飞到 拉斯维加斯去玩 那晚晚之后那边也有一个服务 就是提供你到现场 直接结婚 对不对 你可能在那边遇到了 就是同样台湾来的 那你们就随便 就在那边结婚的时候 那回到台湾要怎样 就当然要各奔东西 就知道要离开了 那离开之后 你当然要把你在拉斯维加斯 拿到的结婚证据丢到垃圾桶 所以他们就把这一幕 就把他演出来 非常的有趣 然后最后最后就是说 有一个人好像是从中国 然后买了一个兵马俑的 那个铁器还是什么鬼的回来 然后他就把他拿起来 然后放到他的书柜上面去 结果他回头一看 他的那个行李箱 居然还有一个 我想说这东西 是会无限复制数吗 这真的是见鬼了 然后那个镜头一带就是 他旁边的那个柜子的 那个东西 居然还动了一下 我想说天哪 这兵马俑是怎样 这太恐怖了 所以他就是又带了一点 惊悚的元素在里面 我看了就觉得非常有感 就是整个都毛起来了 很有趣的广告 他这个广告 其实他就是传达一个中心思想 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说 你多久没有飞了 你是不是应该要出去玩一下 大家其实看了这个广告之后 最后再加上华航的logo 你可能就会去买华航的机票 出去玩 对我来讲的话 我是吃这一套的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太有趣了 太有印象点了 等到你下一次 要再做机票选择的时候 其实你的脑内 潜意识 下意识里面 你就会选择是华航了 因为它是你最近接触过 影响最深刻的东西 那其实他这本书里面 还有讲到另外一个观念 也蛮有趣的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下 就是我们人类的系统 其实有分两个 一个叫系统一 一个叫系统二 系统一的部分 其实是用我们的这个 无意识 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就帮我们做决定 我们自己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之下 就做了决定 包括购买的决定也是 那到底怎样才能够 就是知道说这件事情是 你是在无意识之下 做一个选择 因为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 我们的脑内的系统二 其实是要花很多时间 去做思考 去做判断 这个会燃烧你的能量 所以我们的大脑会倾向于 用简单的法则来去做选择 所以把一些无脑的 这个判断的部分 都直接交给系统一 这个系统一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野蛮脑 就是人类两百多万年进化以来 都没有改变的这个系统一的部分 那这个系统一 它是怎么去做决策呢 其实很简单 就从你日常生活中所做的接触 然后来做决定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广告组 比如说信用卡公司 他找了几个网红写的文章 他介绍 比如说国泰世华亚洲万灵通联名卡 就是新装上市 然后你看了两三片之后 你会觉得说这卡片又没有多好 但是忽然间有一天 他可能又下了一个不一样的 什么新户手刷底的广告 你看了之后 你觉得好像真的不错 那没有疫情来之前 你可能真的就会办了 那你办了之后 你会觉得这是你自己 就是用系统而去思考而取得的 一个这个所谓的 下决定的这个原因吗 其实不一定 因为很多时候是 你的脑内已经接触了很多 跟这张卡片有关的资讯 那你还不确定 你自己要办哪张卡的时候 你的系统一已经帮你决定了 好那就这一张吧 那你的系统二呢 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之下办了 但是你会很聪明的 替你自己的决定下了一个注解 这个注解就是 我最近可能要出国了 所以我要累积里程 那他送了八千里 我只要再努力累积七千里 一万五千里就可以飞日本了 不好吗 对啊 所以你就办了 但事实上呢 有可能是因为 你受到这些广告主 所下的广告影响 然后最后做了这个决策 所以广告有两种层面 一个层面是 隐性的去影响你的系统一 那另外一个层面 是比较显性的 就是你看了马上就去买 但是这一种的话呢 除非要下的是非常强效 然后非常夸张的广告 你才有可能受到它的影响 然后去做了直接的改变 比如说双十一 你看到了虾皮在打广告 双十一虾皮真的是 买一千 然后送两百 你觉得很不错 你就去买了 那当然这是因为 广告下下去的影响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去 做这个行为的转换 不然你可能就是要再某某买 对 但是有一些广告的效益 其实是潜移默化的 其实大部分的广告都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看了那么多广告 不要觉得它对你没有影响 它其实是有的 只是你不知不觉当中 你就受到影响了 比如说你口渴的时候 那你看到的百事可乐 跟可口可乐 你会选哪一个 可口可乐给大家的印象是 欢乐 然后愉快的 那你可能下一次 你就选择了可口可乐 但是你看那些 可口可乐形象广告 它没有叫你去买 它只是传达一个欢乐 然后非常happy的一个状态 你多看了这些广告之后 你下一次 你在选择饮料的时候 你就会下一次的 选择这个东西 所以广告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它会在你无意识之间 去影响到你 那再来的话 我们再来回到 我们的中心思想 这个中心思想 我再分享最后一个例子 就是我自己的例子 宝可梦办卡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互利共享 那互利共享呢 到底要赚什么 我们之前前一集节目 有跟大家讲说 对啊 我的互利共享 就是100%全额回馈 那赚屁啊 那今天这一集呢 就是要跟你讲清楚 因为之前好像也有粉丝 就是非常不客气的 跑来问我说 宝可梦你一篇业配 到底收多少钱 我怎样才能够接到这些业配 因为他可能想要当KOL 但我就觉得 这样子问法 实在是非常的没有礼貌 谁会跟你讲 你一年赚多少钱 你一篇业配赚多少 就是没有人会跟你讲 但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知道 这个数字 或者你想要知道 MGM可以赚多少 你可以去参考我写的那本书 去年发表的这个 宝可梦刷卡赚钱秘籍里面 就有分享 我的MGM 到底一年可以赚多少 好 这个是蛮惊人的 你去看就知道了 好 那这个东西啊 如果我完全都不拿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因为我有正值的工作 我根本就没有差 我又不缺钱 好 所以早期的做法是 你一半我一半 比如说银行给我 200块 我就给你100 信用卡的部分的话 通常都是给500 那你也会发现说 我好像没有给到 就是250这么多 对不对 有时候我都是用 抽奖的方式来给 好 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早期比较穷 早期还是需要 额外的收入 所以我就不会回馈那么多 但是你看 我早期就算是我 这样的做法 就已经 赚下自己的一片天地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其他的播客 根本就没有再回馈 他们赚了更多 那只是因为我出来之后 我打破了这个 原本的 平衡的状态 所以呢 但他们赚的就比较少了 因为会有比较多人 觉得说 宝可梦给的比较多 那我当然来宝可梦这边 那他们那边的收益 自然就会减损 会缩减了 那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个世界的潮流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的做法就是 你100我0% 这什么意思 就是银行给我多少 我就给你多少 比如说 这个联邦银行 他就一户新户给300 那我给你多少 我给你500积分 这500积分 你可以怎么换 你可以换 200块礼券 跟300块礼券 你可以分两个月 你就把它换掉500块礼券走了 其实也有不少 这个小财神 真的是这样做 那我完全没有阻止你们 因为你们就是按照规则来 那你可能没有办法说 在下一个月 马上把这个500块 全部拿走 但是你拿200 你拿300走 你还是可以拿走 所以对于你们来讲的话 这真的是100%全额拿走了 我甚至还倒贴钱 对啊 那我到底要赚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是厂商收入 因为很多厂商 他们看到我这个 我的社群平台的影响力 他们都会愿意找我合作 那找我合作 我开的价格 就不是以前的那种 几千块的价格了 价格比较高的话 我当然可以cover过去 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Android的奖金 我可以不要拿 我就全部给你们 我没有差 然后我可以拿的是什么 我可以拿的是 这个业配的奖金 那业配的奖金 你觉得就是 真的可以多到 就是cover到 我一般的生活吗 我说真的 这个业配奖金 其实你不能还没差 因为好东西你就分享 你不好东西 你就不要讲 你不好东西 你也不要去推广 就好了嘛 对啊 那你自己有本身 自己本业的收入之外 这些东西就是 你做兴趣做爽的 你怎么会觉得说 你需要 为了赚这个钱 而去讲一些 让你自己晚上 会睡不着觉的 一些谎话呢 所以就不需要去讲了嘛 所以我 尤其是像什么基金业者 或者是特定标的业者 来叫我分享的部分 我的价格都会开一倍 就是如果你原本是 只有五千块 我就开一万块钱 你若是五万块 我就开十万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觉得 这个东西 对于我们来讲 不是什么太好的商品 所以我会倾向于 不介绍他们 那我就用提高 我的这个合作奖金的部分 然后来让他们 知难而退 那当然也是有厂商 就是觉得说 好啊 那我还是要跟你合作 那那就算了 那我就赚了 对啊 但基本上的话 大家听到这个价格之后 他就会知难而退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多钱 或者他们觉得 我不值得那么多钱 所以他们就不会放了 所以这是 用一种很聪明的方式 就可以把一些 我个人觉得 比较不好的商品 就是拒绝在外 但是我也不会吃亏 因为我根本就不需要 赚这个钱 好 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 互利共享对我来讲 这个概念非常的 就是从初到以来 到现在都一直抓着 一直把持住的一个概念 我没有因为 就是丢了这样子的理念之后 而去疯狂赚钱 不是 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有赚钱 我就会回馈给大家 然后我有办案捐活动 我一定回馈给大家 这是我一定 可以去做到的事情 那我现在做得到 我未来一定也做得到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 中心思想抓住了 所以从我以前 默默无名只是写部落格 然后后来上了电视 然后有nighter day 找我当主持人 然后有youtube频道 然后也有podcast 到现在都还是一样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那有时间就写文章 没时间的话 就是天天录podcast 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 中心思想 然后贯穿我整个 我所有经营的社群平台 所以你们去看 其实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 就是其他的问题 这样子 所以人家 只要办卡 只要开户 那你去google搜寻 可能第一页都是我的 你看久了之后 你也发现说 对啊 他就是互利共享 而且他的确愿意 让更多利益 跟其他人比起来 那如果我想要 比较多利润的话 就会来找我 所以这个就是 我个人品牌 放在网络上面去 人家为什么愿意相信我 然后每次开户办卡 都有一堆人跟团的原因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品牌 到底可不可以成长 这个我觉得 也是蛮有趣的 那将来如果有没有机会 我就不敢跟你保证 但是如果我后半部 我看完之后 有一些不错的点 我还会再做一集 跟你分享 那如果你对这本书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点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然后上博克拉去购买 或者是你直接去成品 或者是金池塘 然后直接去找 应该就有了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by bwd6